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 深入体验在地客装文化的背包客 今天要来寻找一个特殊的职业 理生 大哥你好 我想问一下 理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以前的技术方面 全部就用理生来担任 要全所有的旅程 要安排好 比方说现在如果神明生日的话 你会讲什么话 我们就这样以一年一度 我们客家话说万平安否 拜一下就开始念了 好 拜三拜 福音一吉思量全体 葵庄庄库结束立安奔向 杰廷云队逐両共产临绍 保庄庄隆远传继父 经历 总的如果蓬树 人试的رج家记得 就拍一下 先生 新 authentication 老实如 尊雍孔寺宵寺宵 尊雍孔寺宵 好尊尊 由于不在祭典当日 李大哥没办法穿着正式的李生服装 来为我们完整的诠释这个职务 但是还是可以用声调 来为我们做声音的演绎 看着李大哥神情肃穆的 以李生的口吻 与特殊腔调念着祭典文 我也自然的双手合十 跟着鼎力膜拜了 大哥 我刚刚听完 真的很厉害 真的李生这个职业 真是不简单 而且刚刚那个大哥 他是一气呵成 就是没有NG 你如果背不好 你要看稿 那边有一页一页那个稿 刚才我念的就是 满瓶软火 李生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不要怯场 第一个 啊 还要 所有的那个汉字 你要懂得解收 啊 这个没有输入好买 就是如果去书店买要学 这个李生的书是买不到的 买不到的 是上一代 一个老师传一个学生 一个老师传一个学生 这样教下来的 哦 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那一个人一个地方就一个礼服 不一样 我们客家六堆 六堆但是大同小益 到美容到高速到那个 我们内部也是一样 大同小益都是 要击败的时候 一定是李生 他排那个流行 李生可以说是整个祭典过程的指挥家 没有了李生 整个祭典是会乱套的 虽然李大哥说 李生只要不确场 会试字就好 但是当我看着密密麻麻的记文 我必须说 要当李生真不容易啊